一部电影让张家辉拿下八个影帝 却因一句广告词大红大字 张家辉自己都被逗笑了 大家好 我是张家辉 买装备 回收没所谓 谁能想到 脱掉警服跑八年龙套的张家辉 曾经因为无戏可拍患上了抑郁症 张家辉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 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选择了离婚 张家辉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张家辉小时候的愿望不是当演员 而是当一名警察 所以初中毕业后 张家辉进入了警校 在这里张家辉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 也让他真正成为了一名警察 但因为职位比较低 让张家辉觉得很不满足 他真正想做的是一名刑警 四年之后张家辉终于有了好机会 可是在各种原因之下 巡警队不愿意放张家辉走 张家辉非常生气 无奈之下脱掉了警服选择了辞职 没有工作的张家辉很是苦恼 在朋友的推荐下 他进入到一家电影公司当打杂的 张家辉在此期间深深爱上了表演 从那个时候开始 张家辉的梦想就变成了当演员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张家辉可以出演雄心壮志 因为有当警察的经历 导演让他在里面饰演一个警校小生 凭借着这部电影 张家辉也算是正式进入到娱乐圈 可是事业发展并不如意 当时有很多人才 可以说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张家辉颜值并不高 也没有专门学习过表演 所以机会并不多 虽然出演了不少作品 但在其中都是跑龙套的 根本没有观众认识他 在张家辉最低谷时期 遇到了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关永和 从吃软饭的龙套南到妻料影帝 张家辉用实际行动证明 娶个好妻子到底有多重要 原来张家辉和妻子关永和都是演员 在亚视工作期间两人相识了 据说在张家辉第一次看到关永和的时候 就被他的美貌所吸引了 但那个时候的张家辉根本不敢表白 因为关永和是他的师姐 事业发展得比张家辉快 张家辉生怕一表白 两人也许连朋友都做不成 尽管张家辉当时没有任何知名度 但他却非常努力踏实 其实关永和心里对他也有好感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两人终于坠入了爱河 不过关永和身边人却并不同意 他们都觉得张家辉配不上关永和 张家辉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而关永和可是前途光明的当红女星 可是关永和还是执意和张家辉在一起 那段时间媒体铺天盖地报道 关永和有个跑龙套的男友 这让张家辉感到巨大的压力 其实他一直都很努力 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 进入影坛五年的时间 事业都没有任何起色 一开始是跑龙套的 现在还是跑龙套的 这巨大的落差让张家辉患上了抑郁症 在病情严重的时候 张家辉主动和关永和分了手 去到南非想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虽然主动离开的人是张家辉 但其实他的内心无比痛苦 关永和也很担心张家辉的状态 时隔一段时间 张家辉再次回到香港 发现关永和一直在原地等他 这让张家辉十分感动 他们再次和好了 而这一次张家辉也下定决心 一定不要辜负关永和对他的期待 一定会好好发展自己的电影视野 张家辉心情好了起来 他的机会也终于来了 1998年王晶给了张家辉一个好机会 他可以和刘德华朱音等大咖 一起出演赌侠1999 虽然张家辉不是男主角 但这也比跑龙套好多了 凭借着这部作品 张家辉终于打开了一点知名度 还拿下了香港的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在出演过这部电影后 王晶觉得张家辉的演技不错 将来一定能大红 为了把张家辉跑红 王晶专门拍摄了 《千王之王》系列电影 在其中张家辉肯定是男一号了 王晶还专门让好几个大咖 给张家辉当配角 这部电影一上映 张家辉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 事业有了起色 爱情也相当完美 2003年张家辉和关永和这对恋人 牵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在结婚之后 张家辉的好机会一个接着一个 著名导演杜其风 看中了张家辉的演技 邀请他出演了《大事件》 《黑社会》 这几部电影上映后 张家辉成了无庸置疑的实力派 2009年张家辉靠着正人这部戏 拿下了包括金像奖 金马奖在内的八项大奖 多年跑龙套的他 如今终于成了影帝 如今张家辉已经成了老戏 只要是有他的电影 观众们都会买账去看 华少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一句话触碰张家辉底线 遭影帝开麦狂喷 原来让张家辉远离采访节目的 不是他的普通话 而是华少的嚣张 当年在大火之后 张家辉参加了一档节目 主持人是华少 刚开始两个人聊得好好的 可很快画风就变了 华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询问张家辉 听说你在香港只有一套房 我都有三套 这一句话问出口后 张家辉的脸色就瞬间变了 但还是故作淡定地回答 是啊 你很土豪 这打扮一看就是有钱人 穿的这样子的话 知道你已经很有钱了吧 穿成这样子 在那里有一个词汇叫土豪 对 穿成这样子 实际上 就行了 穿成这样子 吃成这样子 等一茶几品 就行了 少许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点专业度吗 作为一名香港人 普通话不好不是很正常吗 华少的话真不知道该让人如何回答 好在张家辉是个素养很高的艺人 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后 也没有生气 直接以开玩笑的口吻表示 只要你们不问一些过分的问题 我是不会说错话的 看得出来张家辉已经很给华少面子了 可没想到采访开始的第一句话 才是张家辉的噩梦 华少轻松淡定询问张家辉 听说你在香港只有一套房子 张家辉还没听出华少炫耀的意思 淡定表示 对我比较幸运 买的时候香港房价还不是很贵 70平花了300W 换做现在 肯定买不起 华少听完后惊呼张家辉太厉害 那么早就买了房子 可是他猛然想起自己这样的主持人 都有三四套房了 于是口气就变得嚣张了起来 还一直转动着手上的名牌戒指 一副很嚣张的样子 询问张家辉 你那时怎么不多买几套 放到现在都翻了几十番了 张家辉听到这样的问题后 肯定觉得很尴尬 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华少又改变了一个话题 没想到这个话题还是张家辉的雷区 听说你女儿长大了 要是谈恋爱的话 你对女婿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必须要有车有房 张家辉当时就变脸了 谁都知道张家辉是个女儿奴 平时也特别宠爱女儿 听到这个问题后肯定会不高兴 更何况那个时候张家辉的女儿年纪很小 根本就没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华少突然这样说 是很不尊重张家辉的 结果华少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继续询问了一些隐私问题 张家辉终于忍不住了 直言问别人问题时 提前搞清楚下状况 注意说话分寸 想必在经历了这次采访之后 张家辉就对这种类型的节目 彻底失望了吧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